好来到花莲县根鲁宜原住民族文化传承协会 办理的创意实用图腾背心研习课程 在日前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那么市长魏家宴亲自到场肯定 学员们的努力以及学习成果 并且希望透过研习 让部落族人除了传承部落文化之外呢 也能够推展部落的经济产业 花莲县根鲁宜原住民族文化传承协会 办理的创意实用图腾背心研习课程 在日前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而市长魏家宴也亲自到场 肯定学员们努力的学习成果 今天非常的开心 来到我们根鲁宜我们日常的一个集会所 那这次由我们林长文头目 以及魏光庆老师申请一个研习的一个经费 那就是制作我们的一个背心 那也刚刚也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也跟我们所有的学员们说 未来也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参与 让他们了解到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的一个背心的一个制作过程 也希望说能够将这样的一个背心的文化 世世代代的给它传承下去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这边也会对于原住民的文化 持续的来关心来支持 那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返乡 那来学习我们传统的文化的一个研习过程 市长魏嘉燕感谢指导老师陆春莲与家政班的妇女朋友 在短短的六堂课中完成研习 而且作品并不输给专业 市公所未来也会针对各部落需求 开办相关矫正课程 透过研习能有更多的作品呈现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道